嗨,我是塔塔,我又来教作业了 今天的话我们去看一下你等的人他还会不会来 OK,在我们的面前有三张指示牌 这是第一张 这是第二张 这是第三张 OK,挑一张自己喜欢的 有感觉的 那我最后记得在评论区里面跟我去做一个互动 方便我们从意识海当中打捞出更多的信息和能量 来帮助我们做出更好的选择 了解更多的信息 OK,如果不知道怎么选的小伙伴也可以点个暂停 我们慢慢选 可以选一组也可以选多组都是可以的 好吗 那OK,那我们倒数三个数量 3,2,1 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抽牌和解牌的环节 好,这是我们第一组的指示牌 我们先深呼吸 清空一下我们的能量 在心目当中默念对方的名字 想象一下他此时刻出现在你的面前 他到底会不会回到你的身边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OK,我们先抽五张牌 来去看一下他目前的情感状况是怎样子的 好吗 我们了解一下他的心情 他的情感状况 他是否感觉到孤单 是否有怀念过去 或者有开始一些新的生活和情感 我们抽五张牌来看一看 好,第一张一张权杖二 第二张一张宝剑八 七啊,正位牌的宝剑七 好,一张正位牌的圣杯酒 好,第四张一张权杖国王 好,第五张一张秘位 人家正位牌的宝剑三 都是正位牌 看来他最近过得还不错 我们去看一下他整体来讲的话 都是一些小牌好吧 对,人物关系也会比较和谐 人物牌的话相对会比较多一点 都是一些非常具体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总体来讲他的状态的话还是不错的 OK 然后我们具体看一下 在他的身边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目前的情感状态 以及心情是怎样子的 好吧 首先的话是这样的一张权杖二 他已经开始迎接新的生活了 而且对于生活 有着非常积极的展望和期待 他对于生活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和规划 并且他也很踏实的一步一步的去执行 一步一步的去做到 拿到自己想要过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 拿到自己想要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而且我们去看这张权杖二 我们能够看得出来 他目前的状态还是把整个的重心和重点 还是放在工作和事业上面 OK好 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一张保健器 保健器的能量说明什么 我就首先 对方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好吧 特别擅长于沟通 学历也不错 思维的话很敏捷 能言善变的这样的一种人 但是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他是一个功利性相对来讲会比较重的人 做事情更多的是以结果为导向 至于过程怎么样 他其实不care 他关心的是我能不能拿到那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如果说一件事情是一个损人利己的事情 他去做起来是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 好吧 所以他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这样的一个道德上面的包袱 或者压力 他做事情的这样的一个出发点 更多的是评估这件事情对自己有没有好处 如果有好处他就会去做 如果没有好处他可能就不会去做 好吧 对 这是这一张保健器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好吗 OK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圣杯酒 OK 看到没有 能够看得出来 对方首先我们能够看到他是一个情场的老鼠 好吧 在情感关系当中 其实应该是有过蛮多段的这样的一个感情的 在情感感情当中 也是会有那种如鱼得水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你去跟他去打架的过程当中 说你说想要对方让你很对你很痴狂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是很难的 不存在的 好吧 对 情场上面的经验其实非常的丰富 好不好 而且身边其实也并不缺乏异性 也有蛮多人的话对他去示好的 好吧 他其实身边他还是蛮受欢迎的 可能对方的话确实对长得也会比较帅一点 好吧 对 然后口才也比较好 人缘的话其实也还是蛮好的 但他目前来讲 他更多的还是 对于他来说 他更在意的还是面子上面的问题 荣誉上面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好不好 对 反而来讲他其实不是一个特别看重物质的这样的人 反而来讲是特别看重精神上面的成就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吧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圣杯酒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虽然会有蛮多的人对他去示好的 身边有蛮多的这样的一个异性的资源的 好吧 或者是情感的资源的 但他并目前并没有说真正的去选择一个人 去好好的去经营一段感情 我们在这里面能够看到情感的能量 但这种能量并没有很确定 好吧 OK 更多的是一种接触吧 好吧 我认为刚开始结束这样的一个状态 OK 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权杖国王牌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好吧 我觉得这张权杖国王牌 首先第一种能量信息就代表他本人 他其实是一个内心蛮霸道的这样的一个人的 好吧 有一点点大男子主义的这样的一个人 他目前的重心 还是主要放在工作上面 对 在工作上面相对来讲 也会比较霸道一点 或者说比较装恨一点 事业心相对来讲 是比较重的这样的一个人 好吧 还有一种能量信息 我觉得这是代表着他 在他的事业当中 他的领导 他的上司 对于他的这样的一个帮助 或者家里面亲人 对于他的帮助 对于他这样的认可 好吧 对 虽然说他的领导 他的上司 其实会蛮霸道的 好吧 但是总体来讲 对于他的能力 或者他在工作当中取得这样的一个成就 对于他的这样的一个事业 都会产生一些很正向的这样的一个帮助 OK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宝剑三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好不好 我觉得他在你们这段关系当中 首先他对于前一段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觉得还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受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他会觉得还没有从之前的上一段感情当中去走出来 内心当中多少少还会有一些阴影赛 好不好 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健商的能量在这边 但是总体而言 我觉得他是在一个疗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因为是正位的 但是他疗愈的方式 他不是说 我去从对前一段感情当中走出来 然后投入到新的感情当中去 反而来讲 他可能这种疗愈方式 更多的是投入在事业当中 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张圣杯八 虽然说他是一个蛮有异性缘的这样的人 但是他更加在意的还是说那种成就感 好 那种荣誉感 这是我们第一组的这样的一个 对 我们这一组的能量信息 他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感状态是这样子的 OK 然后我们再来去看一下 他对于你们关系的话 有没有什么想法和计划 他是否还喜欢你 是否有考虑过 要修复和你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和情感 我们抽五张牌去看一下 好 首先第一张一张权杖王牌 好 一张 新碧皇后牌 一张逆尾牌的权杖石 一张 正尾牌的权杖皇后 好 一张逆尾牌的 太阳牌 好吧 那在这组牌当中 我觉得其主导能量的还是这张太阳牌的这样的能量 他对于你们之间的情感关系 前景他其实是不太看好的 好吧 在你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 你们可能之前之前谈的时间应该是蛮久的 就会有一些对情感上人物上面的这样的一些纠葛 好吧 但是首先我们去从太阳牌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 对于你们之前的情感 他产生了一定的心理阴影 他觉得你们之间会有一些很深的看过不去 好吧 对 会有一些 这个是放在心里面的 还是实在在摆在现实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障碍 我觉得一会儿我们再去看一看 好不好 对 因为你看这张太阳牌就是一张很年轻的 上无不胜的 很勇敢的 很happy的 这样的一张牌 他好像没有什么困难能够拦得住他 但另一位牌是这样的一个呈现 你看背后的这样的高强 就把它堵得严严实实 他没有雄气 他也没有信心能够去跨过去 这是一种感觉 另外一种感觉 对你们之间的想法和关系 你们都不再年轻了 他会有很强烈的这样一种感觉 好不好 因为正位牌的太阳牌 他就是一种青春的 永远年轻 永远青春 永远有朝气活力 这样的感觉 那另一位就代表着 他认为你们之间 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 可以去做消耗 你们两个人呢 在这段关系当中 都不再年轻了 我觉得这是他核心的 两点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至于说 他对你们这段感觉 有没有怀念 我觉得他其实还是会有 对过去的这样的一个怀念 对于过去的这样的一个喜欢的 他认为 你们之间发生的故事 是自己的青春岁月 是像太阳一样的 对 放在自己的心里面 实时是能够温暖自己 去治愈自己的 但是出于很多现实的 这样的一些考量的情况下面 他认为你们之间 很难再继续回到过去 好吗 OK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 他具体的对于你们之间关系的 这样的一个具体的看法 首先第一个 我们看一下 这张正位牌的权杖王牌 我觉得他首先第一个 他对你是很喜欢的 好吧 他那种喜欢 其实是很生理性的这样的一种喜欢 对方可能是一个 对 就那方面可能蛮蛮需求蛮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 好吧 所以对你的这样的一种喜欢更加的是偏对生理层面的 好吧 反而来讲 精神层面的这种会弱一点点 但是你又会发现他其实虽然说他是一个很有行动力的人 好吧 虽然是一个很大男子主义的这样的人 他对这方面的话其实很重视 但是他其实对于情感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反而来讲 或者精神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其实也是非常高的 好吧 OK 这是一个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对于你们这段关系是有这样的一种 身体上的冲动 除此之外 他可能也会有一些计划或者是行动 好吧 有一些计划和行动 甚至你们在目前的这样的一段关系当中 很可能你们现在比如说分手了 或者是分开了 他可能还会经常的或者是偶尔的去找你 会有这样的一种能量在 好吧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一张 对 心碧皇后牌 我觉得这一张牌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 可能可能代表女生的这样的一方 你们两个可能都是一个相对来讲 比较同龄的这样的人 好吧 对 年龄其实都不小 应该来讲是相对来讲 比较成熟的两个个体的这样的一个相处 在他的价值观当中 他认为你首先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 性格很温柔 对待他的话其实很好 很善良 但是也相对来讲的话会比较保守一点 可能在他的价值观当中 他认为你的身材稍微有一点点偏微胖的 这样的一种感觉 或者我们讲叫比较圆润一点 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觉得你其实能力很强 对 然后有着不错的蛮高的这样的一个收入的 或者说家庭条件蛮好的 反正总而言之在他眼里面 你是一个很有钱 然后充实很有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女人 好不好 又那种女汉子 女强人的这样一种感觉 说不定还不错 但是对他其实又很 又充分的有那种 女性的那样的一种包容 柔和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他对于你的印象 其实是说句实话的话 真的是蛮好的 好不好 认为你是一个非常棒的这样的人 好吧 但是他内心当中会有深深的这样的忧虑 忧虑就在于怎么 这张权杖石 好不好 他在这段感情当中 他会觉得很辛苦 他会觉得他把握不住 对 他觉得在这段感情当中 他觉得他拼命的想要去抓住很多东西 但是他发现他最后什么都抓不住 我觉得这个东西跟什么有关系 可能我觉得是跟他的这样的一个 就事业 有关系 好吧 就是可能在他的价值观当中 他认为 他需要 还需要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去投入到工作上面 但是他一旦是把时间精力花在工作上面 可能就很难有 更多的时间的话去陪你 给你提供一些起属价值 你可能属于那种 女强人那一挂的 你的收入的话 可能比他还要好 你的能力甚至比他会更强一点 好吧 如果在这段感情当中 女生的能量 能力可能比他更强一点 所以你可能对于他的这种需求 更多是情感方面的这样的一种陪伴 对 这样的一些需求 但是 但是 那在这段感情当中 他又不甘心 是成为 你们关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配角 这样的角色 或者是作为一个情绪输出方 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他对于自身的这样的一个事业 其实是有蛮高的追求 和期望 我觉得这是你们分开的 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好不好 对 所以总体来讲 我觉得他对你还是会 会有一些很喜欢的 很依赖的这样的一种能量在 我也觉得你们之间 虽然即便是分开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 你们还是会有一些接触的 对 还是会有一些交往在的 会有这样的一些能量在 只是说他内心觉得你们之间 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种可能 你们这段关系的话 很难突破 双方的话可能都不太让步 所以他会觉得会蛮辛苦的 好不好 对 情感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在这一组牌当中呈现出来的 是不太够的 好不好 对 主要他对你们的关系的话 和想法是 主要就是这样的一个能量 OK 好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他 你应该的话如何去面对这段感情 你可以做些什么 你应该继续等待 还是说向前看 好吗 好 我们抽五张牌去看一下 面对这段感情你应该怎么做 是继续等待 还是往前看 OK好 一张逆位牌的全帐六 一张新币八 一张逆位牌的圣杯三 一张正位牌的命运之轮 一张正位牌的全帐七 OK好 来我们看一下 我觉得塔罗牌呈现 就是信息特别简单 四个字吧 就顺其自然吧 好不好 对 总体来讲 他是觉得 就不要刻意的去强求 对 努力的话也不见得有用 好不好 不努力的话也不见得 他就不会回来 总而言之 是一个顺其自然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 顺势而为 对 我觉得塔罗牌主要提供 这样的一个信息 就不管是你想 你想要 你想要怎么样 你是想要继续等待 你想要让他回来 或者是你想要去 寻找一个新的 这样的一个开始 老板认为 其实都是一个 很好的这样的选择 至少对于你来讲 其实都蛮好的 好吧 对 所以他会呈现出 命运之轮的这样的一个 正位的这样的一个信息 不管你怎么去做 他认为的话都是OK的 好吧 都会是一个蛮不错的 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吧 OK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 那具体的话 会有哪些信息 好吧 首先的话是这张权杖六号牌 好吧 就是不管你是期待他回来 还是说需要一段新的开始 塔罗牌都认为 你在 对 你在 你在两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 对 你要相对来讲的话 会弱势一点 对 他认为可能之前的话 你太强势了 总是会有那种高高在上的 这样的一种能量和感觉 尤其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 好吧 对 他可能觉得你 如果相对来讲 弱势一点 没有必要那么高高在上 没有必要让别人的话 对你严谨计从 可能对于关系的发展来讲 会更好一些 好吧 对 这是一个 一个能量信息 还有一个 就是心必发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好吧 我觉得 这段信息的话 还是告诉你 工作也好 收入也好 其实还是非常的重要的 好吧 对 你不要因为感情 忽略到自己 就让自己在这段感情当中 丢掉一些自己 应该很重视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而是应该去把命运 掌握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手里面 好吧 对 继续努力的去 好好地去工作 去维持当下的一个比较体面的 或者说比较丰厚的这样的一个收入 这样你才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权 好吧 这是一个 然后还有这张逆位牌的圣杯三 我觉得这张逆位牌的圣杯三 其实是在 我觉得是在告诉你 像类似的这样的一种聚会 我们其实可以去 这类似的这样的一种聚会 其实是可以去 可以去尝试认识一些新的人 接触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个圈子 但是要注意什么 对 要注意识别一些烂桃花 不好的人 不好的情感 在你身上的这样的一个发声 好吧 对 还是要去 会有那种节省之耗的这样的一种能量的提醒的 我们当然可以去认识一些新的朋友 跟朋友啊 一起去酒吧也好 要PTV也好 或者说聚会的这样的一次场所 happy的这样的场所都没有问题的 但是要注意保护好自己 好吧 对 拒绝一些烂桃花 好吧 最后的话是这一张 寻找期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对 这是一张积极守卫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我觉得是 是这样子的 可能塔罗派的话会再提醒你 可能在情感当中 或者在工作当中 还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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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会去积极的去捍卫自己的利益 去捍卫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情感 好吧 对 不要 不要等到情感 或者说你 你喜欢的人 你在意的人 对 属于你的这样的一个好处和利益 被别人抢走了之后 你再去捍卫 那就会被动很多 好吧 所以这一组的能量信息 我总体来觉得 塔罗派跟你去讲 就是四个字 顺势而为 顺其的自然 那 至于说那个人 他会不会回来 没有那么重要 最重要的是 你做好你自己 在情感当中 不管是旧人的回归 还是说新的 这样的一个情感当中 可能 你都不要太强势了 对 都不要有那种 高高在上的 这样的一种能量 就 就对你来讲 就是一个 最好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好吧 OK 所以我们看到整营组的 这样的一个能量信息 我觉得你们之间 你期待的那个人 你等的那个人 他 他心目当中还是有你的 他并没有说 现在就已经开始了 这样的一个新的感情 我觉得他是身边 至少还没有一个固定的 这样的一个伴侣 对你可能 也是还会有很明确的 这样的一种喜欢 好吧 但是我们想要去改变 一个人的认知 其实是蛮困难的 可能对方的话 也受过伤 也会觉得很辛苦 好吧 那我们怎么样去取得 我们想要的 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吧 反正 总而言之 做好自己 我觉得 这是塔罗牌告诉我们最重要的 这样的一个信息 好吧 这就是我们第一组的能量信息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的情况下面 记得给主播点点赞 点点关注 最后祝所有看完这条视频的小伙伴 健康快乐 心想事成 那我们下节目再见了 拜拜 这是我们的第二章 第二组的指示牌 闭上我们的眼睛 深呼吸 先攻下我们的能量 在心目当中默念他的名字 想象一下他只是此刻出现在你的面前 他到底会不会回到你的身边 他到底会不会回来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OK 我们首先去看一下他目前的情感状态是怎样的 好吗 他现在的情感状况 还有他的心情是怎样的 是不是感觉到孤单 有没有怀念过去 或者已经开始了新的情感生活 OK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五张牌 首先一张逆位牌的节制牌 对OK 好 一张逆位牌的圣杯六 OK 好 一张正位牌的权杖皇后 好 一张正位牌的心臂骑士 逆位牌的心臂骑士 OK 好 再来一张逆位牌的正位牌的倒吊人 OK 好 来我们看一下这五张牌的这样的一个能量信息 我们首先的话主席主导能量这一张逆位牌的节制牌 还有这一张逆位牌的这样的一个倒吊人牌 好吧 这张节制牌意味着什么 他最近可能有一点点不太愿意去沟通 好吧 不太愿意跟别人去沟通 不太愿意去跟别人去交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吧 会有一点点沉默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情感方面其实也是会比较匮乏的 好吧 能够看得出来这张逆位牌的这样的一个节制牌 还有这张倒吊人牌 看出来他其实最近还蛮孤单的 基本上不怎么跟人家去说话 也不怎么去做社交 好不好 对会有这样的情感上面的话 也是一个比较空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而且他性格可能会有一点内向 甚至说有一点点孤僻的这样的一种能量 好吧 内心其实会有蛮多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对 潜意识当中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思绪万千 但是具体的落到现实的这样的一个层面 他又会发现和自己的认知有蛮大的这样的一个差别 好吧 这是这两张牌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好吧 然后这张正位牌的倒吊人牌 我觉得主要呈现出一种一种什么样的一个能量信息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他最近的状态不是特别的好 如果你作为一个盘观者来讲 你甚至觉得他有一点点可怜 有一点点惨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人生的这样的一个低谷 但是对于他来讲 他其实一直在思索 他一直在构建一个新的内心的 就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平衡 对 就是他现在想法太多 但是做的太少 所以这是逆位牌 节制牌的这样的呈现 而想法太多 又导致他 他觉得他必须得要去把自己的话沉淀下来 花更多的时间的话去思考 花更多的时间的话去学习 找到破局的这样的一些方法 好吧 那我觉得如果说他最近的话 是正在备考的情况下面 很可能他现在在把时间啊 精力啊都投入到备考当中 想着要考试或者要上岸啊 等等类似的这样的一种能量 我们再看一下具体的这样的一些能量信息 好 首先的话是这一张圣杯六号牌 好吧 对 这张圣杯六号牌 我觉得代表什么 代表着家人对他的不理解 对他的不支持 有一点点跟就是家人亲人的争执 争吵的这样的一些状况 因为一般来讲 圣杯六号是代表着一种亲情的这样一种感觉 大家能看得到 好吧 那逆位牌是代表着亲情的这样的一个争执 或者说跟家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分歧 好不好 对 所以你会发现他 确实是蛮蛮孤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吧 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 全带国王牌的能量 我觉得这一张能量牌 我觉得代表着几个信息 首先第一个的话代表着 虽然他有跟家人的话再去争吵 但是我觉得这代表着家人对他的这样的一个支持 好不好 因为全帐皇后班 我觉得这个可能代表是母亲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因为这个我们跟前后对应起来 对方可能母亲的话是一个蛮强势的人 一个女强人 很特别能干的这样的一个人 好不好 对对于他来讲 其实会有给到蛮大的压力 但是会为他做很多 付出很多 给他提供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支持 吵鬼吵 闹鬼闹 但是一家人还是一家人 好吧 或者代表着对 他的老师 他的领导 可能是女领导 领导师对于他的学习 或者工作上面的这样的一种支持 好吧 我觉得这是这两种能量的这样的一个信息 我们再去看一下逆位牌的这样的一个新币骑士牌 上牌我一直说 这是一张工作狂的牌 好吧 就是对于在工作非常的认真 非常的努力 不知疲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这张另一位牌的新币骑士 我觉得代表他被迫停下来了 好吧 他自己的本心 他其实是希望能够把更多的时间 投入在自己的工作上面 换取自己收入的增长 个人能力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提升 好吧 但是最近可能 因为一些不得不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被迫把所有的工作的话就停下来了 我觉得很可能 最近可能会面临一些工作上面的压力 收入上面的话会减少 甚至会出现一些就是离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吧 所以总体去看你心目当中那个人 他目前的整体的状态是比较低落的 是处在人生当中一个非常低潮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对 所以他会感觉到自己一个人很很孤单 也会也会也会比较沮丧 但他内心还是会有自己的想法和信念的 好吧 他只是看起来的话会稍微惨一点 会稍微难过一些 可能跟家人的话会有分歧 甚至是会爆发一些激烈的争吵 甚至是丢掉了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导致自己的收入出现的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吧 但是好在还有家人对他的这样的一个支持 还有家人给他的这样的一种帮助 好吧 对 我觉得会有这样的一个能量在 OK 然后看一下对于你们这段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看法 包括和一些规划 他是否的话是喜欢你的 有没有想要跟你的话去修复关系 有没有想要回到你身边的这样的一种能量和感觉 我们出五张牌的话去看一下 好首先一张圣杯果王牌 OK 好第二个一张逆尾牌的宝剑石 好一张正尾牌的宝剑骑士 一张正尾牌的宝剑霸 好一张正尾牌的权杖王牌 OK好来我们看一下就在这一组牌当中 其实都是一很具体的牌 人物牌相对来讲出现的会比较多一点 我就说明你们的这段关系 其实是有蛮多人物的这样的一个参与的 好不好 对 那你说我觉得看这组牌 我觉得他对你有没有喜欢呢 我觉得他对你很喜欢 好不好 对你是有非常明确的这样一种喜欢的 但是可能在你这里受了蛮多的伤的 好不好 看一下他具体对你们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和计划 首先我们去看这一张圣杯果王牌的这样的一种能量 好吧 我觉得在这里面他可能对表现出来的这样一种感觉 我觉得他就是首先出来的就是这张圣杯果王牌 如果你把这张圣杯果王牌代表着看成是他这个人的情况下面 可能他在情感上面其实还蛮稳重的 好吧 或者说蛮成熟的 你们虽然是一个同龄人 或者说虽然对方可能年龄不大 因为这里出现了心碧骑士 这里出现了宝剑骑士年龄不大 长相非常的帅气很聪明 但是他的性格其实很沉稳 好吧 对 他的性格当中会有那种保守的老成的那一面 他表现的会比他实际的年龄更加成熟一点 好吧 然后这张圣杯牌我觉得代表着他 对你的这样的一种喜欢 他内心里面可能就像这片大海一样的 对 波涛汹涌 但表面上面看上去的话仍然非常的平静 外表看上去的话比较的冷酷 但内心的话很澎湃的这样的一种能量在 所以他其实对你其实是非常喜欢的 对 他只是不太善于言辞 他可能不太善于去表达对你的这样一种喜欢 他只是默默的去对你好 默默的去为你去准备一些 比如说一些他觉得很浪漫的这样的一些事情 他想跟你一起去做的这样的一些事情 他只是在默默的去做 所以很多时候你容易去忽略掉他的这样的一些付出 他为你做的这样的一些事情 好吧 对 所以的话我们能够看到这张立位牌的保健室 他会觉得他自己会被背叛了 他会觉得自己的话被放逐了 明白吗 在这段感情当中 很可能你们之间出现过一个蛮大的这样的一个纠葛的 好不好 对 然后他会觉得他会被你背刺了 对 他会被你背叛了 这样的一种信号和能量在 所以让他会觉得很绝望 明白吗 对 他觉得看不到希望 在你们这段关系当中 他很受伤 他甚至他觉得他不能够从这段关系当中重新起来 他觉得他目前这么差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目前这么 对这样的一个人生的可以讲低谷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你的对他这样的一个背叛所导致的 好不好 他本人的话其实很帅气 好不好 对 他的本人的话其实很帅气 也很聪明 好不好 对 就在他的眼中 我觉得这张骑士牌是代表他自己 对 他其实做事情的话会有一点点毛躁 很冲动 但是会有一点很毛躁的这样的一种能量 尤其是在你们这段感情当中 他会觉得 对 他总体来讲 他觉得他会很爱你 他也会愿意为你去做出很多 但是很可能有的时候 他自己也在反思这段关系 有的时候也会一不小心去伤害到你 这种伤害的话 很可能就是那种语言上面的 嘴巴上面的语言上面的这样一种伤害 是因为他心是很好的 对你的话其实也很热情的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没有太考虑到你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好吧 对 所以的话他会觉得在你们这段关系当中的话 他会有一种 对 看到没有 被束缚的这样的能量 就是我 他为什么会觉得被束缚 我觉得你们之间可能真的爆发过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矛盾 或者你 你可能曾经因为 因为你是吧 对 有跟别人有关系 或者他认知当中他误会你 跟别人发生了一些情感上面的这样的一些关系之后 他会觉得他又很爱你 他又觉得他又没有办法立刻马上放下你 他又不知道前面的路应该怎么继续去走 所以他会有很严重的那种被束缚的这样一种感觉 好吧 而且能够看得出来的你们这一组能量当中会有那种蛮强烈的一种异地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好吧 所以说明你们之间其实会有那种巨少离多的这样一种感觉 就想见面的话还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保健能量丰元素 所以你们可能更多的还是通过那种 对啊 电话 信息社交媒体上面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去联络的 对啊 很难的话去去去去见面 你们即便是见面的情况下也往往是他更多的他去找你 好吧啊 对 在这张全张王牌 就是他会 他其实可能近期他会有冲动的话想要去找你 或者想要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因为这段关系当中我们主要看的是情感 对 说明他他在这段情感关系当中他不是说单纯的去想或单纯的去表达 他更多的他还是有着想法去做一些事情来改变你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或者说他想要一个一个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他自己的话能够去死心也好 或者他能够跟你再续前缘也好 他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在 所以看这一组信息 我觉得对方其实在情感上面其实是蛮专一的 也会比较稳重 好吧 性格上面的话也有他自己稳重的一面 尤其是在情感上面 他会更加保守一点 好吧 他不太擅长去表达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情感 但在跟你相处的过程当中 他觉得首先第一个你们之间见面其实是蛮困难的 可能你们之间会有误会 他会觉得被背叛了 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但是他也会有内疚 他会觉得可能不小心有伤害到你 他在这段关系当中他觉得很痛苦 他不知道怎么走出去 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在这段关系当中继续维持下去 但是毫无疑问 他还是对你会有很深的这样的一种喜欢和迷恋的这样一种感觉的 好吧 这张权杖王牌 他会对你有一种蛮强的生理性的这样的一种喜欢的感觉的 好吧 对 所以我觉得他是有机会想去找你的 好吧 当然毫无疑问 我觉得他还喜欢你 他还是想着跟你去修复这段关系 而且最近可能会有计划想要去找你 好吧 OK我们再去看一下 那你应该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段感情啊 你应该是继续等待还是向前看 又应该采取怎样子的行动 对你会更好一些 OK我们一起看一下 好首先一张逆尾牌的圣杯八 一张逆尾牌的圣杯七 一张正尾牌的命运之轮 好一张逆尾牌的圣杯狗王 一张逆尾牌的权杖八 好吧 OK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还是那样子的 这一组牌当中就是 好了 我还告诉你的就是你要去做的还是命运之轮 顺势而为好吧 顺其自然 for your heart 跟着你的心走 只要你决定好了 你去做啊 对 可能都是会有一个蛮不错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吧啊 好 这是一个 给你打的这样的一个基调 不管你是想要拒绝这种关系 还是说 继续 对 想要彻底跟他去了结 还是说 想要有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开始啊 对 都会能够拿到你自己想要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的 好吧 那我们看一下具体发生的一些事吧 好吧 好 首先第一个 我觉得塔罗牌的告诉你 会有一个旧人回归的这样的一种能量在 好吧 圣杯八的这样的一种能量 圣杯八 我们知道正尾牌的圣杯八 就是一个人是把背景离家 离开了自己的家乡 去寻求自己的事业 自己的荣誉 或者说去寻求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情感 都是OK的 那另外一个牌的圣杯八 代表着旧人的回归 所以他为什么去说 你看这一组牌当中能够看得到 可能对方的话会 会有采取行动 想要去找你这样的感觉 但是你内心当中 你能够接受这种旧人回归吗 我觉得你对待你心目当中 他的感觉不是特别强 会有一个蛮矛盾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的 既想又不想 是吧 既要又很害怕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在了 好吧 对 所以这张圣杯八 他会有救人回归的这样的能量 你迎接好了没有 因为在你的认知当中 你认为对方其实是有一些问题的 好吧 首先第一个 你看一下这张 逆位白的圣杯七 你觉得在这段关系当中 你觉得对方 他是会有一些画大饼的这样的一种行为 口惠而实不知的这样的一种状况的 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觉得对方会给你提供蛮多的 这样的一个情绪价值的 会给你造很多梦 但是他很难把这些想法的话去落地 你甚至觉得在你们这段关系当中 对方表现的会稍微有一点点花心 好吧 对你的话不够专业 这些状况你觉得这是你对对方的这样的一个认知 好吧 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 对 这张逆尾牌的圣杯国王牌 我觉得在这里面呈现出来的能量 我觉得跟这里面的圣杯国王牌 其实是对应上了 好吧 在他的世界观当中 他认为他对这段情感实实是有付出的 好吧 他认为他对这段情感的话是很克制的 对 他认为是好的正向这样的理解 但在你的价值观当中 你认为你对这个东西的理解是不正向的 也就是说你你讨厌他很木讷 你认为你不喜欢他有话的话不直说 你不喜欢他去默默的去做一些事情 不不不不去勇敢的直接的去表达 不让你去知道 你认为他做的这样的一些事情的话 都是什么 用来感动自己 你根本不吃那一套 我觉得会有这样的一种看法 好吧 这张圣杯吧 心壁吧 这张心壁吧的能量 我觉得是你认为在这段关系当中 如果说对方重新找你了 如果你们之间的话附和了 你会担心你的工作 会影响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收入 这是一方面 好吧 或者你目前呢 这样的一个收入 遇见了蛮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吧 你目前的这样的收入 可能会面临一些降薪 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吧 对 所以你会觉得 那也没有足够的这样的一个钱 去维持两个人 或者说情感的 这样的一个开销 我觉得你会对于这段感情 会有一些顾虑 好吧 你你会 你你一直在等待那个人 你既期待他的回归 但是你内心当中又充满着这样的一个顾虑 你认为对方有这样或者那样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吧 但不管怎么样 对 你只要去坚定你自己的选择 你都会有一个对于你来讲 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就是命运之轮的 在这一组牌当中起到的主导的能量 好吧 这就是我们第二组的能量信息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用的情况下 记得给主播点点赞 点点订阅 关注 最后的主所有看完我们这条视频的小伙伴 健康快乐 形象是神 那我们下节目再见 拜拜 这是我们的第三组的指示牌 OK 让我们闭上眼睛 深呼吸 清空一下自己的能量 在心目当中默念对方的名字 想象一下他此时此刻出现在你的面前 然后 他到底会不会回到你的身边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OK 好来首先我们去看一下他目前的情感状态是怎样的 好吧 我们抽五张牌一起去看一下 他目前的情感状态 他的心情 他是否感觉到孤单 是否有怀念过去 或者已经有了新的生活 新的开始了 好我们抽五张牌看一下 好第一张 一张正伟牌的圣杯是宠 好第二张 一张圣杯四 好吧 正伟牌的圣杯四 好第三张 一张新币十 一张正伟牌的新币十 好第四张 一张逆围牌的新币九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一张正伟牌的新币七 OK好来我们一起看一下 这组牌当中的话其实都很小 很具体的这样的一些牌 好吧 首先的话是这张圣杯是宠牌 这张适杯是宠牌 我觉得可能代表着对方可能年龄会比较小 好不好 对 年龄比较小 可能之前没有什么太多的谈恋爱的这样的一些经验 对 我是一只爱情当中的小水鱼啊 情感当中的一只小水鱼 没什么太多的爱情的经验和技巧 可能对对人啊 对感情 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 真诚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但是少很多技巧 所以有的时候的话会显得很莽撞 好吧 会有的时候会显得对不解风情的这样一种感觉 好吗 那他现在对于情感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是这样子 好吧 就是圣杯四 我觉得他在和你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情感故事当中 你应该吃了不少的亏 好吧 自己的话在很认真的 很在反省 好吧 再去思考 他会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疑惑 他也会在反思自己在这种感情当中 做错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好吧 所以的话我们也能够看得到 会有人跟他去示好 对 他的身边可能会有一些异性朋友 对他说表达一些好感 但他总体来讲 他还是呈现出一个拒绝的这样的一个姿态的 好吧 拒绝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他没有想明白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 好吧 对 所以他会有那种 接近于开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了 他在努力的去汲取上一段情感当中发生的这样的一些事情 吸收到的这样的一些养分 好吧 对 但是对于新的情感 他还没有呈现出一个接纳的这样的一个姿态 总体来讲还是拒绝的 他希望让自己变得更好一点 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更加优秀的人之后 再去拥抱 不管是找你复合也好 还是说去拥抱新的情感也好 这是他目前的主要的状态和能量 好不好 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新必实 其实能够看得出来对方的家境其实是非常的好的 好吧 整个家庭很和谐的这样的一个大家族 家庭的条件很好 有大房子 大house是吧 家人之间关系的话很和谐 很团结 对于他来讲也很爱护 也很支持 好吧 对 可能近期他们的家族有那种家族的这样的一个聚会 对 会有可能近期在他身上发生过这样的一些事情 好吧 我们再去看一下这张立尾牌的新必酒 看到没有 我觉得他对你的印象其实真的还是蛮好的 好吧 我觉得这张新必酒可能代表着 我觉得很大程度上面 它代表他对你这样一种感觉和印象 对 为什么 因为新必酒其实是一只 一个很漂亮的这样的一个 我觉得在他在他的心目当中 你就像是一只很漂亮的孔雀 你知道吗 孔真上下很优雅 很华丽 喜欢穿一些大logo 是吧 打扮的妆容 打扮的也很精致 或者我们讲叫帅气 总而言之 在他的心目当中 你有一个非常完美的这样的一个 至少的话是一个外貌 觉得你的经济条件其实也非常的好 但是你离开了他是吧 或者说他失去了你 他会沉浸在这样的一种情绪当中 当然 但是他我觉得对你的印象其实是会非常好 好吧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一张正位牌的 新必七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好吧 这张新必七代表着是什么能量 我觉得他对待工作的状态 其实还是 首先第一个还是蛮踏实的 还是很很务实的 好吧 他现在的工作就是这样子的 手听口听 干一分得一分 好吧 他不干的话就没有 但是他也会有 会有对对待工作 他有自己的想法和理解 他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他其实也蛮希望把当下手则上面的事情做好了之后能有更多的新的机会能够给到他好吧 所以会有这张新必七的这样的能量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组的这样的一个排名信息我们会发现其实对方蛮具体的你们之间分开了之后其实对方的状态和能量其实说实话还蛮不错的好吧不管是情感也好他自己的话在自我反省他想变成一个更加优秀的自己好吧他觉得他在感情当中确实是比较幼稚他如果还没有 变得更优秀的情况下面他拒绝一些新的情感的这样的一个发生好吧家人对他很支持家庭条件也不错工作的话也很努力也在寻求找到一些新的方向新的目标所以总体来讲他的状态非常的不错对你来讲他也觉得很喜欢他甚至在你的面前他觉得有一点点自卑他有点蛮懊悔把你弄丢了好吧对总体来讲的话是这样的一个能量那么再去看一下他对你们的关系有什么样的想法和计划他是不是还非常的喜欢你是不是想 还要修复你们之间的这样的一段关系我们抽五张牌一起去看一下首先第一张逆尾牌的命运之论OK好一张正尾牌的心权杖七我们再去看一下一张新必流再看一下好一张权杖骑士再看一下一张逆尾牌的太阳牌好吧OK好我们一起看一下情感的能量其实并不多好吧总体来讲他我觉得对你们的关系 他没有什么这样的想法好吧你能说他很喜欢你吗我就知道在这当中我觉得感受不到太多的喜欢的能量好吧就他对你印象其实是蛮好的他觉得你很漂亮觉得你也很很有钱他觉得他有点配不上你但是很喜欢你吗我觉得在这一组牌当中还没有看到他有特别的对你迷恋的这样一种感觉首先的话就是这张逆尾牌的命运之论一张对还有这张逆尾牌的太阳牌好吧对这里面的话会有几种感觉 他会觉得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挺不顺的好吧他觉得做什么事情都会有一点点难对做什么事情会有一点不得心应手的这样一种感觉所以当他一想到你之后他就会觉得他要跟你重新在一起他一想到的话要跟你的话再去前缘他会觉得很困难他觉得很懒他不愿意去去去去再去吃一招这样的一个苦再去面对一下以前一个很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总体来讲 这张命运之论我觉得如果你们之间的关系想要得到一个推动和进展的情况下你可能指望他的话他他会很被动对他甚至就是属于那种推一下动一下的那样的一种人你指望他去主动很难对几乎不太可能太阳牌的逆尾牌也是一样的好吧他会觉得你们之间的话有蛮深的这样的一个障碍的你们之间的话会有鸿沟好吧对他也会觉得在这段关系当中对他已经变得不再年轻了就经过了你们之间的这样的关系之后他觉得自己的话变得不再年轻 觉得或者他觉得他需要不再年轻了好吧他需要更成熟一点他需要他对啊更更老成一些他会对自己的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对你也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好吧对很可能我觉得在这段关系当中你的年龄会比他要大一点点好吧对你们之间应该是有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年龄差的好不好对OK然后我们看一下他现在核心把自己的主要经历他是想放在自己的工作上面 他现在工作压力的话其实是蛮大的好吧身边其实是由在职场上面蛮多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对手的这样你这是一种能量信息好吧另外一种能量信息我觉得他会觉得你的身边其实是不乏追求者你有蛮多追求者的他会觉得他所谓所谓这段感情捍卫这段感情他觉得挺累的好吧他觉得挺辛苦的对会有这样的一个能量在但是我觉得这种 情感捍卫的能量可能可能可能能量没有那么强更多的还是还是他会他是想着把目前的想法还是想把时间工作经历的话放在自己的工作上面情感上面他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他就是即便是他想到你他觉得可能你太优秀了你身边的话有很多爱慕者很多追求者好吧他觉得他压力很大还有那种感觉好这张心臂6我觉得这样心臂6是一种什么感觉是一种交换的吧付出回报的这样的一种 感觉好吧他觉得在你们之间的这样的一段感情当中他会觉得如果说你们之间感情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机会的情况下面我觉得这张心臂6代表着他对你们感情的这样的一个定义其实会他会觉得他需要变得更加的清醒更加的理智 或者说更加的现实好吧就他他可能在你们之前相处的过程当中他是不太计较回报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是觉得自己有什么东西通通都可以给你付出就像这张对顺悲适宠一样的我喜欢我就可以为你自己淘金造费但他觉得如果说他下一段感情或者说他如果你们之间的感情继续的情况下面他觉得他需要考虑一下付出之后他的收获是什么你的回报是什么如果没有回报的情况下面 他是不愿意继续再去做这种无脑的付出了我觉得圣杯6会有蛮强的这样的一种能量在的好吧对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这张力量其实代表着他觉得他不太期望在这段感情当中他会太主动对就像我们讲的这张逆尾牌的这样的一个这张逆尾牌的命运之轮还有这张逆尾牌的太阳牌更多的是需要你去找他他甚至是有一点想要躲你的这样一种感觉好吧对他想要远离你的这样一种能量和感觉 所以我们去看这一种能量的信息他没有太多的那种想要就跟你复合或者重新回到你身边的这样的一种能量和想法他现在更多的还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工作上面他希望自己的付出啊有一份付出有一份回报情感有一份付出有一份回报他虽然现在还是一个有着很强烈的欲望或者冲动的这样的一个年龄但是对你有着蛮强的心理心理隐隐的他甚至是会有一点刻意的躲你的的这样的一种 感觉在如果你想要修复你们之间的这样的关系可能需要你更多的去行动更多的去付出更多的主动一些好吧我们再去看一下那你应该如何去面对这段感情你应该怎么去做你应该是继续等待还是说往前看迎接一些新的生活采取怎样的行动可能对你会更好一些好吧让我们一起看一下我们出五张牌首先第一张一张宝剑期第二张一张正伟逆尾牌的宝剑皇后 第三张一张逆尾牌的宝剑皇后好第三第四张一张正伟牌的圣飞九好一张正伟牌的权杖三好吧OK我们看一下我觉得在这段关系当中你还是倾向于希望能够把这段关系继续维持下去的好吧对你的主要倾向是这样那我们看一下具体可能会有哪些具体事情能够帮助你去达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好吧好因为其实都是很具体的一些小牌我们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首先第一个积极的保持沟通和联络这张 电器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好吧维持住你们之间现在的这样的一种联系你们之间不要断联了该撩撩该撩撩一定要保持联络好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可以耍一些心机可以耍一些 主动一点可以耍一些心机玩一些技术上面的这样的一些手段比如说可以制造一些相遇制造一些偶遇或者说制造一些需求或者说制造一些需求或者说 演一演总而言之要形成一些链接比如拉到他的小手是吧我有什么东西拉在你那里或者怎么样 总而言之会彼此之间有一个链接会好一点好吧 OK再去看一下这张逆尾牌的保健皇后我们知道真尾牌的保健皇后其实是一个蛮固执的蛮高冷的很欲解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你看你们其实确实是我觉得在这段关系当中会有年龄差一些 女生的年龄会比男生的年龄要大一些好吧 会太高冷的好吧而且你在遇见问题之后不太愿意去面对他好吧会有一点刻意的去逃避这些问题 然后又显得很高高在上很高冷的很固执的这样一种感觉谁都劝不动啊就是很 我觉得在这种关系当中如果你期待这种关系能够继续的得到推动 对能够让他帮助你回到他身边的情况下面 可是你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的模式要变一下好吧你不要变得那么固执了有问题的话直接去面对他 彼此之间的话好好沟通不要显得那么强势不要显得那么高冷这张逆尾牌的对心碧皇后我觉得也是一样的能量 可能在这段情感当中你需要多付出一点好吧对你需要多付出一点 为什么呢可能你会觉得对方虽然年龄不大是吧但是对方家境还挺好的家里面还有有钱 但是你能够看得出来他其实不是一个依靠家里面的人他其实还是一个对待工作很认真很努力的很愿意付出的这样的一个人的好吧对所以可能因为你的收入会比他好高高一些好吧对可能在你们之间的情感的这种维系的过程当中你需要在物质层面多付出一点好吧对我觉得可能这个对你们的关系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推动的作用然后对这张圣杯酒就是圣杯酒我觉得暗示首先第一个就是你 你在情感你的情感经济比对方的情感经济更丰富一些好吧对所以在这一段情感关系当中你在情感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你更多的应该是掌握主导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你应该会有具具备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技巧或者能力去撩对方我觉得会有这样的一种暗示这样圣杯酒就是你可以去撩你可以去去主动一些在情感上面的话去主动一些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张圣杯酒代表着你其实对对方其实是很喜欢的好吧而且你这种喜欢其实是不带一些很功利的这样的一种想法的对可能是因为对方的颜值对方长得很漂亮或是长得非常非常的帅气我觉得会有吸引到你好吧而且本身你对于物质层面的东西都不太看得重的好吧反正来讲你觉得能跟对方聊得来对方的颜值对方的品性我觉得这这点对于你来讲你觉得会更有价值更重要这些都其实是对方 要吸引你的那个点好吧最后就是这张权杖上积极的去行动起来按照你的想法按照你的规划啊然后的话去做就一点一点的去做你能够得到一个你想要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虽然说目前来讲对方对你来讲的话是有那种害怕的抗拒的逃离的这样一种能量的所以更多的是需要你使用一些技术技巧方法坚定不移的去执行把对方的话拉回自己身边来是可以做到的这样一种能量好吧 所以在这种关系当中你可能需要更多的承担责任更加主动付出一些好不好这就是我们第三组的能量信息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的情况下面的话记得给主播点点赞点点关注点点订阅最后祝所有看完视频的小伙伴健康快乐心想事成那我们下节目再见拜拜